嗨 大家好 我是茄迪 我现在呢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城 现在是下午5点钟 我呢准备在这里山脚下 就是坐缆车上山 这边是有一座山叫升旗山 也可以选择走路上去 我觉得浪费时间 还是直接坐缆车吧 槟城升旗山 缆车票一位 一位 对对对 普通的就好了 普通的就好了 双城 双城 上下 上下 那就是12块钱吧 应该是 那价格不贵 这还有一个 哦 这是马来西亚人 像我们就是30块钱 快速送到80 我的妈爷 身心障碍者 OK OK 是免费 身心障碍者免费 哎呀 我这身心都有障碍呀 哎呀这边 搞了一个这个芒果的饮料 这个10块钱 这个人民币15 这个缆车是走哪啊 应该不是这 明明等等的说实话 哦 应该是在这边啊 乘车 好了 哈喽 啊 哦 drink finish 哇 我专门买了个饮料上去 哦 OK thank you 哎呀 赶紧的把饮料喝了 然后来坐缆车 哎呀 他这个啊 还不是说是你想上就上 或者买了票以后随时去 他这上面有时间知道吧 有个时间点 好像就是 有的就有的做就做 没的做就站 这样子哦 这是属于 超售呀 这个票 我真的是服了这些卖票的老六啊 真的是 这列车就这么大 卖了好多票 站着的比坐的的要还要多 总算是关门了要往上走 再往进塞人啊 这真的是 这哪有什么旅行体验感啊 这个 而且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上去就花三十下来 来回三十啊 那还行 他这有这个楼梯啊 可以往上爬 因为我要上去是找个点去看日落 哎呀 这山上分地还不错 大家要是有闲心的可以来爬山 我还以为到了呢 还有一站 我海拔700多了 这有点厉害了这个 这个车真的跑得蛮快的 就这个速度哦 这样的抗执抗执的跑 跑了三五分钟呢 我还以为一两分钟结束呢 这海拔提升了将近700米 这是现在是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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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好了 跟着 大家走啊 下山也是 排队啊 人好多的 今天是周末 哦 哎 这山上一下子凉快很多啊 海拔提升了700米 这温度一下子 降低好多哦 山下真的是好热 这边很多游客都是 印度人 这里还有一个 游客服务中心 商场 就是我劝大家啊 还是不要走路上来了 坐缆车吧 而且你下山啊 排队啊 真的是好久的 我估计 想要正儿八经的下去 每个一小时排不下来 真的是 这人太多了这个 普通通道 你在那排队 我估计排下去 现在排下去估计要一个小时 然后也就是快速通道了 所以说 这东西 一分价钱一分货呢 时间就是金钱 然后金钱也可以换来时间 然后它这边是一个 算是山顶 有一个公园 可以先逛一逛 过一会再找个地儿 看一下风景 这是印度小吃 走一走 看一看 这里有一只蝴蝶的彩蜜 这蝴蝶好漂亮啊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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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飞走了 买上一个冰吉林尺 还不错 这个有点像就是巧乐资嘛 这边卖5块钱 折合人民币7块5毛钱 我现在走到山顶 看一下风景 还不错 山上凉快 你看 这山顶啊 居然 有个别墅 不让人进 哇 这真土豪啊 住在这山上 这绿化 这环境 嗯 嗯 好了 探索完毕 还是找一个点等到天黑 哎呦 这房子 是给这个别墅 主人 门卫室吧 这是 我严重回忆 这是个门卫室 嗯 这边写了 你看嘛 这个门卫室 嗯 走 我就从那个桥啊 骑着摩托过来 对吧 嗯 我看一下景色还是这边好 因为那边全树 没东西 就在这边 找上一个地方坐一会 早孽 这里居然可以骑摩托车上了 还可以开车上来 我有摩托车呀 好吧好吧 我还是 体验一下懒车吧 这到处插的都是 大马的国旗 好吧 大家都在这拍照 那就这个点就非常好嘛 是不是 是不是 这好在哪儿呀 这个 前面这一段呢 都属于一个傻老外在乱晃 我现在才找到 正儿八经的观景的地儿 这是画画的 都在这个 都在这儿 但是 都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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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就想点 看一看 看一看 就是这里 你看 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黑江农场 不到梦幻小村庄不算来过升旗山 我信了一个鬼 这句话容易上我上当 就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这个 这个还要钱 一块钱两分钟 哇 看一下 冰城 其实从那儿走下来 这里是更适合观看 看到没有 这景色 尽收眼底 还不要钱 这边这个云也蛮梦幻的 昨天晚上看到的碗霞都是紫色的 希望今天晚上也能戴上紫色的碗霞 8点17 差不多排了40分钟的队 哇 真的是上山容易下山难的啊 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看了落日就下山 哇 到了 哎呀快饿死我了 我赶紧的出去 我在这上边排队的时候就一直在搜 哪里有好吃的 最后搜到一家 这个 OK 搜到一家这个湖南菜 哎呀我得赶紧过去 6.3公里 赶紧的骑过去 还好我有摩托车 有那么多人下来 都在那等出租车 哎呀 咱有交通工具 是吧 走 哎呀 总算到了到了到了 正宗什么湖南味道 摩托车可以停这儿吧 这个是扫码点餐 我刚才点了 大葱回锅肉28块钱 白饭2块5 麻婆豆腐16 再加上服务费10% 总共是51元 这个回锅肉就正宗了 是吧 正儿挖紧的 你看看 哦 很多天没有吃正儿把鱼肉炒菜了 好好吃 它这个麻婆豆腐啊 风量贼大 来对了 我昨天自个儿瞎走 瞎找 没找对 昨天那个就 那个饱啊 它就不入味 像这家 这家是非常好 好久没有吃啊 正儿把你的炒回锅肉了 因为冰城啊 华人非常多 对吧 所以说想吃什么都有 但是回锅肉量也好大 我估计 这个豆腐我可以打包 然后再打包一份米饭 晚上工作 然后 当笑意 我明天准备离开 冰城 因为我时间 要抓紧 赶进度了 我原先想到 我第一站就冰城 也没想到 在那个医保 然后又在那个 就是 碧兰璋 玩了一下 所以说我得抓紧时间 我准备去 就是 中部地区 溜达一下 然后再去 东部的沙滩那边 然后上岛 明天那个大哥 就是马来西亚 那个华人大哥 他应该 得要过去 我们两个 在一个 一个小镇吧 集合 反正140多公里路 我赶过去 这麻婆豆腐真的 太可以了 就是量有点多 这量多到我只能打包 打包当夜宵 不浪费 吃到高兴啊 再来一杯王老鸡 夹冰 这太爽了 再来一份米饭 这种饭菜啊 吃一份饭肯定不太够 吃一份饭根本就不是我的风格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